同学们大家好 当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门新的技术之前呢 我们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 这门技术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相对于之前那些技术 它的特点是什么 那学习TypeScript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希望大家搞清楚 TypeScript相对于原来的JavaScript 它的优势在哪里 我想呢只有大家把TypeScript的优势掌握清楚 理解清楚 你才愿意去学习这门新的技术 这节课呢我会通过几个例子 带大家去了解TypeScript 它带来的一些相对于JavaScript更好的点 那我们每节课的原代码 大家都可以到get.imoke.com这个域名下进行下载 所以后面每节课的代码 大家需要直接到这个网址上下载就可以了 首先呢我在我的桌面上创建了一个TypeScript这样的文件夹 然后在BS Code里面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们创建两个跟上节课一样的文件 叫做demo.js和demo.ts 然后我们编写一段 进于JavaScript的代码 我们来写一个勾股定理的公式吧 我们给出X和Y 然后呢来算它的斜边的长度 那这个函数呢我可以写名字 叫做function.demo 我会传递一个point进来 或者呢传递一个data进来 我呢return math.squared data.x的平方 加上data.y的平方 OK 然后呢取一个根号 就可以算出X和Y 横坐标 横线长度 纵向长度 就能算出它的斜边长度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函数 那在原始的JavaScript之中呢 我们写这样一个函数 这么写就可以了 那我们调用它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demo 这个时候如果这么去调用 会不会报错呢 其实 大家想一下 它是会报错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data不存在 所以这里data是一个undefined 那data.x 当然呢它就会报错 大家可以把这段代码 放到浏览器上去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一定会报错的 在这里我们先保存一下 那同样的代码 我们现在用ts来写一遍 在TypeScript里面 我们同样定一个函数 function 叫做demo OK 那它接受一个point这样的参数 或者data 对吧 OK 然后我把这段代码呢 粘贴过来 这里它会报错 说 你这个名字和之前起的这个demo的名字一样了 那它认为这放在圈局里面 所以在你的工程里面 两个名字一样可能会有问题 我们可以换一个我们叫做 TypeScript ts 这样就OK了 在ts里面我们写了一个同样的函数 ts要求我们每一个变量参数的类型 它是一个静态类型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告诉TypeScript 你接收的这个data呀 它是有一个静态类型的 这个静态类型不一定说 是我们之前写的这种string 或者number类型 它可以是更复杂的静态类型 比如说 我说你的这个data 传的值 必须有一个x 它的类型是一个number 同时传的值里面 这个对象呢 里面必须有一个y 它的类型也是number 这么去写 然后呢 你再去运行你的计算逻辑 那到我们调了 这个函数 让它去运行的时候 这样吧 大家可以看 如果我这么调它 它是会报错的 它会报什么错啊 它说 你的这个函数 希望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类型是这样的 但是你调用的时候 什么也没传 零个参数 这时候ts 就会给你很好的 报错提示 我们想啊 这段代码在gs里面去执行 你虽然写错了 但是在编辑器里面 你看不出任何的错误 就在线上运行的时候 才能发现错误 而在ts里面 我们写这样的代码 在我们写代码的过程中 就能够找到问题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对了 我们说 我们必须传一个x 数字 传一个y 这里随便填一个数字 这样的话就不会报错了 所以你看 ts带给我们 第一个很大的帮助是什么 或者说 它相对于JavaScript 带来的第一个 很明显的优势就是 ts的静态类型 使得我们可以在 编写代码的时候 就能够快速地 定位一些潜在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 它的第二个优势是什么 我们在demo.js里面 在这里 在这来看 我重新去写一遍 这段的代码 returns.square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编辑器里面 是会有一些提示的 它会告诉我 有这样一个square的方法 然后我调data.js 大家看 当我调data.js的时候 编辑器提示的几个东西 分别是data demo square 但是实际上 我希望你提示的是 我要用到的这个x 它没有提示 对吧 我们只能自己手写这个x 然后平方 再加上data.js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去用这个x 但是其实我想写的是什么呀 是这个y 我用不了这个自动提示的y 我只能手写这个y OK 所以编写代码的 这种体验是这样的 当我们换成tapscript 进行开发的时候 大家再来看 我把这段代码注视掉 因为我上面已经告诉你了 我的data 它的类型里面有x有y 所以当我再写代码的时候 可以这么写 ms.square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提示square的这个方法 然后我写data的时候 它会直接的告诉我 data里面有x 我可以用 data里面有y 我可以用 我们通过编辑器的提示 可以快速的编写我们的代码 相对于原始的javascript来说 它的代码提示的友好程度 是不是会更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tapscript的编写代码 它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 我去写代码的时候 编辑器可以给我们更好的代码提示 第三个优势是什么呢 实际上大家来看 当我去写这样代码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 实际上我的data类型里面 应该包含x和y这两个属性 到了去阅读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读出代码的一些潜在逻辑 所以读到这句话 我就知道这个函数里面 要用到的data里面会有x会有y 可是如果我去读javascript的代码的时候 我必须深入到我具体的业务逻辑 才能知道data里面有一个x data里面有一个y 而对外层来看 我看到demo只知道它接受一个data算数 但data究竟是什么 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相对于javascript tapscript带来的第三个好处就是 通过这些类型静态类型的定义 大家可以更好地去阅读我们的代码了 实际上这块代码呢 我可以再衍生出一个小小的语法 咱们这些语法后面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到 大家简单来看一下就行了 那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类型声明 比如说静态类型声明 写在外面 叫做tap 就叫做一个point等于 这块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块大家看起来是不是就更清晰了 我定义了一个点 这个点呢 它必须有x有y这样的一个坐标 那data呢是这样的一个点 看起来可读性是不是更好啊 当然这里面我们用了一个typepoint 实际上在tapscript里面 这是一个类型别名的这样的一种语法 实际上呢 更好的一种写法呢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interface OK 这么去写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块的语法大家不理解的话 后面我们会讲到 但是写到这总归 你能看到我在这定义了一个point的点 我告诉你 我这个函数 它的数据类型 接触了参数的数据类型 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点 那可读性变得更好了 所以讲到这呢 我想大家呢就看到了 typeScript相对于JavaScript 它的几个优势 首先第一个 我们再复习一下是什么呀 它呢 可以有更好的错误的提示 当我代表里 比如说写错了一个东西 比如写一个z 它就会提示 你这个data里面 实际上没有z这个属性 你现在用它 肯定就会报一个错 但是 如果你在js里面 去写任何一个东西呢 比如你写个xyz 它都不会报错了 所以typeScript 可以在你编写代码的过程中 告诉你 你代码就写错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typeScript 它可以更好的这样的 编辑器上的语法提示 所以写起代码 我们写的也会很爽 第三点就是 类型的一些声明 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 我们代码里潜在的一些语意 所以我们写出的代码 它的可读性会更好 讲到这儿呢 我就带大家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了解了typeScript 相对于JavaScript的一些核心优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typeScript语法的学习之中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